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目前我身上呢 只穿了一條內褲跟鞋子喔 呃...原本我是想說要全脫的啦 不過畢竟在YouTube 所以我就稍微抓了一下分... 呵呵呵呵呵 紅色內褲有夠土的耶 那我沒有穿衣服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世界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方塊都給拿來穿喔 就是地上的這些土啊 還是草之類的 我都可以拿來穿的樣子 於是我身上已經有事先準備了一套裝備喔 就是這個 叫做扎根土的東西 它很有加防禦力耶 裝備在身上10加2盔甲 總之我先把它穿上去喔 呵呵呵呵呵呵 等一下 為什麼我的內褲還露在外面啊 而且這樣看起來好像... 正土了耶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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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快受不了了 我一直在講冷笑話耶 總之在這個世界 我可以把所有方塊都給套在身上喔 而且這些方塊 絕大部分都有特殊的能力喔 只不過剛好是上穿的這個扎根土就沒有 於是呢 我先從地上挖個一塊土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泥土呢 我可以像這樣子把它穿在頭上 然後就會看到劇毒的效果喔 這代表有一些東西不可以穿在身上喔 會有負面的效果喔 好啦 那總之我們就先去準備找一下 新的裝備還有村莊吧 真的有夠變態的耶 那我今天在這個世界的最終目標就是要來擊殺一隻 扶手者喔 呵呵呵呵呵 脫光衣服就是為了來找你啊 所以我先挖個原木一下 那我們來穿穿看原木怎麼樣好了 那這個效果好像就是我可以像這樣子 一瞬間就把原木給挖掉的樣子喔 呵呵呵 好強喔 這個能力超好用耶 只不過它沒有任何的防禦力的樣子喔 然後我也找到前面有一座村莊了 而且這邊有一些羊耶 如果我把羊給打下來的話呢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物品也可以穿耶 還是只有方塊喔 我先來穿穿看這個生羊肉看看好了 喔 羊肉是不能穿的喔 看來只有這一種物品才可以穿喔 嘿 我拿到一個效果耶 這個效果好像是緩向的樣子喔 啊不對 是不會摔傷的效果啦 那這個羊毛的能力好像蠻重要的喔 欸等一下 小麥種子怎麼可以穿啊 小麥種子我穿到哪裡去了 我穿在鞋子上耶 我以為是方塊才可以 沒想到鞋子也可以喔 只是這不知道有什麼效果就是了 那如果是花的話呢 欸這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 雞雞 這樣玩真的沒問題嗎 欸那床的話可以穿嗎 床的話穿得上去嗎 可以耶 有夠粗糙的這個穿法 總之我先把這邊的乾草捆都給挖一挖之後再收喔 而且我剛剛穿上乾草捆之後 我瞬間就飽食了耶 我的7-2那個效果就沒了 所以乾草捆應該就是可以無限吃東西的感覺啦 欸那如果穿門會怎麼樣喔 完了我真的玩不玩耶 我覺得我今天玩不玩呢 喔穿門的話就是把它穿在我的胯下那邊是吧 只不過目前看起來 除了方塊以外好像都沒有特殊能力的感覺耶 再來我先做個木鎬出來喔 然後把這邊的石頭給挖挖看 如果穿石頭的話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耶 嘿 嘿 喔有了 欸我拿到一個力量2抗性2跟緩速的效果喔 應該是石頭太重的關係喔 只不過穿這個的話我的防禦力就可以增加的感覺耶 所以說我先來打打看鐵巨人好了 哇挖到木頭了 哈哈哈哈 我在幹嘛 再一次 嘿 2 2 3 OK 那這樣我就成功殺掉了一隻鐵巨人了 再來這邊還有一座鐵匠鋪耶 鐵匠鋪這邊的東西我也能拿來穿吧 如果穿這個沙輪會怎麼樣啊 沙輪穿上去 哈哈哈哈哈 怎麼好像有點不妙啊 那直接穿到我的脖子裡面耶 那這邊的熔爐可以幹嘛 我來試試看熔爐好了 不確定耶 不過會不會可以讓我 不用燒礦物直接挖出礦物的感覺啊 然後再來我先拿個東西喔 這裡面只有一個頭盔喔 頭盔好像也用不太到耶 欸 我的頭盔咧 我的頭盔怎麼拿出來就不見了 喔 欸 等一下 他被我燒成鐵粒了 我的木頭也被燒成木炭了 所以我只要穿上這個熔爐的話 瞬間就會把所有東西都燒掉就對了 真的是瞬間就燒掉了耶 而且我挖出來的鵝卵石 一瞬間就變成平滑石頭了 那平滑石頭好像跟石頭是一樣的效果喔 喔 各位我發現一件事情耶 我如果受傷的話呢 會像這樣子喔 長出一棵樹耶 這個好像是我身上穿的 剎根圖的效果喔 本身滿厲害的耶 而且怎麼 好像連羊都會生出來啊 所以如果穿這一套裝備的話 會有掩體出來幫我擋攻擊就對了 各位我又找到 這邊有一個新的還沒有用過的石頭喔 這個鍾乳石挖下來穿穿看好了 還有這個小跟的也一起喔 如果我把這個穿在這裡的話 哈哈哈哈越來越像了 不是我是說我們換個位置穿喔 好像變成釘血了耶 穿在腳底的話 這是往我的腳上面插的樣子喔 那如果是鍾乳石方塊的話呢 好像不知道能幹嘛耶 那就算了 那這個生板岩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能幹嘛好了 嘿 生板岩的話好像給我夜視跟黑暗的效果喔 還有我可以透視周圍的怪物喔 喔這邊有礫石耶 平常都會被它壓得很不舒服 這次直接穿在身上會怎麼樣啊 啊有劇毒效果 礫石不能穿 哈哈哈哈 礫石果然還是有毒的嗎 各位我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東西喔 我把礫石跟羊毛穿在一起的話呢 就會像這樣子耶 無限生出羊耶 哈哈哈哈 有夠吵的啦 然後這邊有一個箱子喔 這箱子裡面好像沒什麼 喔喔找到鑽石了 來吧那我先來挖一下喔 而且剛好好像有三顆的樣子耶 這樣我好像可以做個稿子了 只不過我還想要一把劍喔 不然我目前好像 都沒有什麼殺傷力對不對 只是有一些特殊效果在身上而已 欸不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可以做成鑽石磚喔 那我可能需要再挖個 六顆鑽石對吧 這樣到時候應該就可以 來穿個鑽石方塊喔 麥塊最強的礦物如果穿在身上 不知道會怎麼樣耶 喔喔喔有了有了 這樣子的話 啊剛好差一顆 不過這邊也有了 那這樣子如果我挖完這一顆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來做個鑽石方塊了耶 馬上來做做看喔 嘿 鑽石方塊 喔他的盔甲加8耶 跟一般的鑽石上衣一樣耶 那我直接來試試看喔 鑽石方塊 不會就只有防禦而已吧 哈哈哈哈 好像就只有防禦而已 欸欸沒有 喔喔我的物品變成鑽石製的 欸而且我挖個那個 方塊的時候好像瞬間還跑出了 鑽石是不是 我只要受傷就會跑出鑽石啦 那如果我像這樣子穿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噴鑽石出來 有了有了出現了 喔喔喔 一直噴一直噴的耶 那這樣子我再做個一把劍好了 他就會升級了吧 我猜 有了有了出現了 鑽石劍喔 想不到在這個世界受傷 還算是蠻重要的事情的耶 那我如果再多做個 三個鑽石磚穿在身上會怎麼樣啊 喔喔喔喔 鑽石超人 好慫喔這個名詞 只不過好像 防禦力也沒有特別高耶 同一個方塊耶 只能提供一次防禦力的樣子喔 那如果 多穿一些也沒有意義了 如果鑽石有這種效果的話 我還蠻好奇其他礦物能夠幹嘛的耶 好的 那我該挖的礦物都已經挖到了喔 所以 再來我先穿個熔爐出來 嘿 這樣就全部都已經燒好了 哈哈哈 超級方便耶 先穿個 鐵方塊看看好了 我怎麼直接變成鐵巨人 喔好快喔 我可以變成鐵巨人喔 哈哈哈 而且我記得鐵巨人的空手傷害很高耶 我來試試看喔 啊啊啊 而且鐵巨人還會噴出一大堆的鐵跟 玫瑰耶 如果受傷的話喔 但是缺點是鐵巨人有點大隻喔 碰不太到怪物喔 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脫光衣服喔 我怕衣服撐破 那黃金方塊能夠幹嘛 我來穿穿看喔 欸我怎麼變成不是鐵巨人呢 而且全身好像都穿了奇怪的東西耶 啊 這是誰 哈哈哈 好像變成其他人耶 有這種超級賽亞人的感覺耶 雖然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這個好像沒什麼用處耶 再來我想要來穿看看黑曜石喔 如果有這個的話可以做出地獄門還是什麼的嗎 這樣子穿出來了 然後呢 好像 喔喔我懂了 喔喔好危險 我差點把自己弄死 只要受傷好像就會跑出一個黑曜石的 牆壁在周圍幫我擋傷害的樣子喔 欸而且我可以瞬間把黑曜石挖掉耶 哇這個就是我想要的能力啊 這樣黑曜石的防禦能力好像蠻強的耶 來我再受傷一下 嘿 然後就會跑出 欸這什麼東西 喔連羊都跑出來了 哈哈哈 東西好多喔 好啦那這樣子我目前好像可以去地獄了耶 然後我想要去地獄的理由呢有幾個喔 第一個就是呢我想要去挖個獄水 等一下打扶手者應該會更好打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如果我今天打掉終界龍之後 就能夠獲得龍蛋這個東西對吧 那如果龍蛋穿在身上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我很好奇 所以說我們今天還要再去打個終界龍喔 OK那我來到地獄了 啊進來之後剛好是靈魂砂骨喔 所以我想要先把這邊的裝備都給穿穿看喔 應該就是這邊的方塊啦 我已經把方塊做成裝備了 那骨塊的話能夠幹嘛呢 骨塊好像沒有任何作用的感覺是不是 至於靈魂砂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效果喔 啊如果是地獄石的話呢 地獄石總會有了吧 喔呦呦地獄石有挖掘加速5等喔 真的還假的這麼快喔 哈哈哈哈 哇哦有這個東西的話 我好像可以直接去挖遠古遺骸對吧 那我先去找個遠古遺骸試試看好了 哇~~來吧 遠古一海 哇~~那人要出事了 嚇死我了 哇~~怎麼找不到 遠古一海在哪裡 喔~~我找到了 遠古一海 哇塞我挖了一隻半的 呃 快要兩隻的鑽石鎬 終於挖到了欸 Ok 那這樣有一塊的話 應該就夠了吧 我先來穿穿看喔 生長不到 哇塞 抗擊退欸 然後還有加巴盔甲 相當於一個預水防具的感覺嗎 那如果穿上去的話會怎麼樣啊 我的腳下好像被我吃掉一個方塊了 不會吧 應該沒有那麼弱吧 好像真的就只有這個一個往下挖的功能而已 欸不對 為什麼連雞岩都挖得掉 對吼 因為遠古遺骸的關係嗎 那這樣我就拿到雞岩了 方塊最硬不可能挖掉的方塊之一就是雞岩 原來是這樣用的 我都沒想到 來吧 那我擦擦看雞岩會怎麼樣 我拿到兩個效果 一個是 移動不了 然後另外一個應該我猜就是不會受傷吧 無敵的狀態吧 這個雞岩穿上去真的就是動不了 不過我還是可以蹲啦 除了蹲以外什麼事都辦不到 這個東西能用在哪裡 啊我想到了 等一下打扶修者的時候可以拿來用對吧 站著跟扶修者打應該就不可能會受傷了 各位我找到了一些初步靈 突然在想 如果我拿著這個黃金方塊穿在身上的話呢 我會變成黃金的本人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他們還在打我 不要打我 啊是這樣子嗎 啊有了有了 我知道要怎麼用了各位 我先把我的雞岩給穿上去喔 那這樣我就是無敵的了 然後我只要在對著這些珠布林按的話 他們就會噴東西給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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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的畫面喔 而且如果我這樣做的話就可以拿到一大堆的 終界珍珠以及追擊之劍了 來吧多噴一些給我喔 嗚歐 黃金方塊好強喔 啊啊啊打到自己人了 然後這珠布林打不到我 他一定很困惑喔 OK那終界珍珠也已經夠了 總之我就要準備離開這裡吧 換我藥水也有欸 那這樣子我最後要找的東西 應該就是地獄堡壘了 我們去找個煉焰杆來用喔 地獄堡壘來了 那我先來把這個方塊給挖起來穿 到哪裡都要試穿衣服 那地獄磚會有什麼效果嗎 喔地獄磚有抗火效果 如果有抗火效果的話 我在地獄行動就很方便了 而且也代表呢 我被烈焰神打也不會受傷了 因為我有抗火效果 好猛喔 真的超級強的啦 好的那我已經打到足夠的烈焰杆了 然後這邊 我已經看不出來是烈焰神生怪磚 還是羊卷了 全部都是羊在妹妹叫 各位我回到主世界之後突然在想一件事情 因為地板是沙子喔 所以我挖了一塊 如果我燒個玻璃出來 怎麼全部都變地獄磚了 這樣子穿上去的話會怎麼樣啊 感覺好像沒有效果嗎 我換個地方試試看好了 啊啊我懂了 我能夠把地獄石給換成玻璃方塊的樣子喔 如果我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代表我可以去挖個 玉水來用了對吧 那我是不是要去升級一下我的武器比較好啊 畢竟要打扶修者的話 傷害多一是會更好對吧 這應該可以算是一個透視能力吧 欸有了我找到遠古遺骸了 一下就被我找到了欸 這邊下面有一塊喔 如果我要挖到一個玉水錠的話 還需要挖三塊喔 好的我收集到了 那我也直接把它燒掉之後 我們馬上就可以來做個玉水了 我先來做個玉水錠喔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把玉水錠喔 那這樣武器也準備萬全之後 我們就可以出發去找終界遺跡了 方向是在這裡喔 欸是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 我從頭到尾帶著一個方塊 但是我從來沒穿過欸 工作台 工作台加四盔甲欸 這東西穿上去會怎麼樣啊 怎麼好像穿反啊 上下顛倒了欸 只不過它好像也沒什麼效果欸 就只是個防具而已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而已嗎 OK 各位我找到終界遺跡了 哇塞 穿著這個玻璃就絕對不會看漏欸 有時候找這個都會不小心挖歪喔 這好方便喔 喔然後看到這個綠色的東西 我突然想到我也想要做個物品喔 就是TNT啊 我沒有穿過喔 如果穿著TNT的話 我應該有機會可以用爆炸的能力吧 所以我要順便來收集個火藥喔 然後我先找到了一座門喔 而且這顆門竟然是沒有任何一顆的 喔喔喔是是是是怎樣 欸等一下各位 欸哇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終界祭壇不見了欸 喂 OK 好的那這樣子 打開之後我先去打個苦力怕喔 剛才做了那個噩夢之後 我突然在想 我應該先把黑曜石拿下來喔 我們穿個鑽石就好了 好的那材料準備好之後 我先來做做看TNT喔 是這樣嗎 喔喔一次做對 那我馬上來穿穿看會發生什麼事喔 這樣子 喔喔我腳上面穿的TNT 然後呢沒有任何作用欸 哈哈 竟然有這種事情嗎 不過不用氣餒 因為我還有準備了一個遠古遺骸喔 這邊剛才不是有開了一個 終界傳送門嗎 所以我來蹲一下 OK 呃穿進去了 再挖一個喔 這樣就可以拿到一個 終界傳送門框架 如果穿這個會怎麼樣啊 穿這個也沒有效果喔 欸欸有欸有效果 我可以製造出更多的 終界傳送門的樣子欸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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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什麼意義嗎 然後進來之後 位置一樣是 這個空島喔 好吧那 這個東西感覺是沒什麼用呢 那來到終界之後 我先穿個 終界石好了 然後這個終界石 竟然可以像這樣 沿著我走的地方 放出終界石欸 喔好猛喔 我在空中走路欸 這個真的超級方便的啦 只不過我要往下的話 我要怎麼往下啊 好像沒辦法 穿著這個東西 往下的樣子喔 我只能先脫掉之後 像這樣子跳下來 再穿上去才能用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什麼東西 噴了一大堆鐵釘出來欸 哈哈哈哈 好酷喔這個形狀 那我先來把 所有的終界水晶都給挖掉喔 來吧最後一顆 這樣子就全部挖掉了 再來只要打終界龍就好 哇塞上面真的好帥喔 一條一條出來的感覺 來吧吃我這個 終界龍 喔我的傷害好高喔 只是 鐵巨人好像靠不太近喔 我來換個基岩上去好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打到了吧 啊打不到 太遠了 靠不近 等一下 終界龍要跑走了 啊我想到了 換個方法好了 來看一下龍頭會在哪個方向喔 我猜是在這邊吧 那我先在這個地方 把我的基岩給穿上喔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站在這邊打 有了有了 怎麼碰不到 這麼近了欸 這麼近了碰不到嗎 哇哈哈 竟然有這種事情 有了終界龍又下來了 那這一次就直接 站在他的頭前面跟他打 哇 快點 不要再被打飛了 鐵巨人 嘿 嘿 啊 超級難靠近了啦 嘿咻 啊又被他跑走了 有了 最後一下 讓我靠近 拜託了 不要再把我打飛了 哇 打神力 打神力 不要打頭了 嘿 最後一下 OK 終於成功解放終界了 哇 打了好久喔 地上到處都是殘骸欸 好像死了很多的鐵巨人一樣 哈哈哈哈 OK 那這樣子我也可以拿這個龍蛋起來了吧 我記得要先 欸 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取龍蛋下來齁 穿個遠古遺骸 再來蹲一下 OK 這樣就取得了 啊 沒有拿到 有了 是龍蛋 加二十盔甲 二十盔甲是什麼意思欸 我來穿穿看喔 喔 欸 我的血量好多喔 上面還多了一個血量條欸 那是我的嗎 而且我好像還可以飛起來欸 哇塞 終界龍的龍蛋也太強了吧 我直接繼承了終界龍的效果了 是不是 只不過戴起來還是好難看喔 啊 啊 不過戴在頭上的話好好看喔 好像五條老師的那個 眼罩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好酷喔 好的 那我目前來到了遠古之城喔 只不過我發現龍蛋好像一定要穿在上衣的部分 才有辦法 讓盔甲是全滿的 但在其他部位的話 就沒有效果的感覺喔 所以我一定要把龍蛋這樣穿就對了 超級難看的欸 哈哈哈哈 還有這邊的這個方塊 不曉得能不能穿欸 這個方塊叫做 強化身板炎喔 我來把它取下來看看 看起來 應該是沒有特殊效果的嗎 好的 那 扶搜者應該也差不多快出來了 好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等一下 最後就是 我們來穿個雞眼喔 然後 來跟這一個 扶搜者打打看喔 我們像這樣穿 喔欸 來吧 扶搜者 這樣應該不會受傷吧 哈哈哈哈 哇 壓倒性勝利吧 這個怎麼可能會輸 扶搜者怎麼揮我 我都不會痛欸 還是他的硬波攻擊 會直接打到我啊 我還蠻好奇的欸 那我就這樣站著跟他打喔 用力點啊 扶搜者 你連抓癢都沒有做到欸 欸 只是 扶搜者連硬波攻擊都不噴欸 好像是因為距離太近的關係嗎 哈哈哈哈 哇 沒有辦法做任何抵抗 就要這樣被我殺掉了嗎 這隻扶搜者 身為一個minecraft最強的生物 竟然就這樣 被一個變態給打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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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łos 啊 說 說 說